点加洗钱遍及四大洲十个国家 现在又多冒出了一个国家 又是个洗钱天堂 英属维京渠道 特征组新加坡账户资料解密 发现吴淑珍曾经透过吴景茂 在英属维京群岛设立控股公司 叫做阿曼杜 利用阿曼杜控股公司的名义 在新加坡银行开立账户 吴景茂再将个人账户里的资金信托 到阿曼杜公司 成为了信托人 不过受益人有三个 分别是吴淑珍 陈志忠和陈信瑜 这间阿曼杜控股公司 已经是贬加的第五家纸上公司 其他的地点还包括了 英属泽西岛 摩里西斯 开曼群岛 贝里斯 一二三四五 目前为止总共五家 这些纸上公司的目的一致 就是为了避税和隐蔽流动资金 而检方清查 前这个账户里金额已经差不多清空 原本里头的资金 就是今年初遭到冻结的2100万美金 印多家的纸上公典方 只好继续查 很难保证没有第六期